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萎缩至了380多亿元 那么是自2012年9月以来超过三年的一个新低了 那么在这个闷市之下呢 看到有资金呢是转而是流向了这个ETF 以及炒作一些消息股 那么今天的五大活跃的股份当中啊 ETF就占了四席了 南方A50的成交额是将近10亿元以上了 那么郭老师啊 连尾陆市的抑郁不大 那么港股还是缺乏一个方向 那么节价过后港股会不会进一步的一个选顶呢 现在真的是很难说 因为经过过去这多个星期的不断的往上推 其实恒生指数已经违升到 那个违升到10天跟20天线以上 可是有一点就是很不明 其实距离那个50天线只是差很少很少的 就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往上推 当然看看陈昭静也 前天是400多亿 昨天是300多亿 今天到最后我想还是400亿左右水平 也不见得太多 这等于说股市根本没有太大的动力在往上推的 目前看起来可以这样说 从技术上要是说恒始在跌圈那个10天跟20天线 进一步往下走的 应该是下市这个月的低位21,010点 当然比较关键的支持就是 今年9月29号的低位20368点 可是在一天低成交之下 我想暂时的波幅也不会太大的 当然12月份是一个先高后低的走势 到1月份到底怎么走 现在真的是看不出来 不过可以这样说 人民币的汇价还是不断的往下走 这个第一 第二国际油价虽然进起来有一点点的反弹 可是总的来说还是在低位赔回的 还有一点就是A股了 这两天也见到一点点的反复 要是说在月初下个月初应该是下个星期 要是整个股市还是在低迷之下进行一个反复等变的话 恐怕在月初的时候整个股市还会有一点点的下调的机会的 当然会不会大跌的话这一分钟真的是看不出来 我说的目前由于往后到底恒生指数是上市一千还是下调一千 还不知道那最后还是关万 当然抓获的投资者要留意 要是自己抓获不多的话问题不大 要是抓获比较多的话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防守能力到底足不足够 现在股市相对整年的那个波幅从两万八千五百八十九点到两万零三百六十八点来算 现在是在这个波幅的比较低的水平进行一个整顾的 其实有一点危险的 因为总的来说还是担心它会下市那个低位吧 还有一点大家留意 这个年度今年度还有一个比较大赢的下光轨 现在压着整个股市的 所以从技术上来看 从基本因素来看 我还是少觉得有一点点是偏淡的 不过当年要看看那个估压到底大不大 要是在下个星期回来估压还是不太多的话 我想整股等变的那个走势还是暂时不会改变的 整体还是审慎一点为好了 那么今天的在股份当中 也是大多数都是下跌的 那么其中呢 这个三大的电讯股表现也是持续的一个偏软 那么电讯集团的丑闻缠身啊 这个中电信集团董事长这个 常小斌被实名举报的信件有一个曝光 再加上这个传出有庶民的联通高层也是失联了 那么虽然消息并没有得到联通官方的一个证实啊 但进一步是拖累了三大这个电讯商股份 比如说中电信中联通中移动的一个表现 那么虽然上市集团有董事长是出事情了 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带来一个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在投资者的一个心里面呢会造成一定的恐慌 那么您建议这个投资者现阶段应该如何的部署 那么有货的股民朋友呢应该怎么样去 应不应该去抛售呢 我反而觉得电信股大家不用太担心 第一就是虽然说是管理层是出了一点事情 可是整个职团其实来说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的 可是有一点要留意 因为市场一直流传 那中电信跟中联通是会合并的嘛 会重组的嘛 现在最高层已经是协作调查 变成来说一些比较重大的那个和平跟重组的计划 恐怕还是会稍微延迟一点点 这个对两者股份来说 应该是有一点点稍微负面的影响 可是这个负面的影响 由于不会动摇那个基本因素的 所以我想股价也不会跌得太多 像中电信现在的市盈率才不过13倍 我想在公用股来说这个不算太高 还有看看那个轮通 现在市盈率是15倍 这个也不算太高的 当然三次电信股要是我要投资的话 我手损还是中移动 因为在内地11个人口来说 中移动已经有8亿多个用户了 反而就是轮通跟中电信的用户是稍微比较少 两家公司要是真的要有一个和平的重组的消息再出来的话 应该是带来一点点的憧憬的 不过当然这个不会在目前的细分当中带来太大的刺激的 要是说这个所谓重组在今年4月份出来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个时候股市成交是2000多亿 一定有很多场卖的 可是现在才不过300多48个亿 大家也不要抱着太大的期待了 当然大跌的机会我想应该不会出现 好的那么今天中国移动只是下跌了0.1% 那是报在87块6的 另外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今天的跌幅就有0.5%了 分别是报在中国联通报在9块4毛9 中国电信是报在3块6毛7的一个水平 好了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各股方面的一个消息 那么三水水泥要编号691的负面消息 真是一波接着一波 那么由于资金链的一个紧张 三水水泥是即将面临第二笔的一个债券的违约 那么公司发公告是指出一笔18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票据 基本是无法在明年的1月21号到7日是兑付的 那么其实呢这已经不是这家公司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么早在今年的11月份啊 这个山东山水水泥是确定无法偿还一笔20亿元的一个债务 那么成为国内超短融首例的一个违约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是冰山一角呢 那目前这支股份仍然在平排 更前呢就有消息使出他在申请这个倾盘啊 那么对于整个国内的这个水泥行业呢 是不是很不乐观呢 您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第一的山水水泥本身的业务 其实来说已经不景气的 当然负债是比较高 现在来说股价已经没有 那个股票已经停牌了 抓住他的股票的小股东真的很惨 要卖也买不出去 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 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 可是再看看水泥整个板块是怎么样 现在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没有改现的 像华南一带最大的水泥床 华人水泥它不是发了引颈吗 就是说业绩已经不现了一点理想的 比较大的安非海楼 其实来说也不见得好到哪边去 总的来说基本因素方面是不好的 这个比较很定的了 包括水泥包括那个钢材还是产能过性的 还有看看就是这个近期的走势 像整个水泥的板块 我们看看像中国建材 它的负债是1700个亿 其实来说我想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它的债务是大到它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还的 所以股价一直在比较低的水平 相对以前十几块钱 现在来说是3块7毛4 距离一年的低位3块4毛2 其实差几毛钱而已 还有一只安非海楼 这个应该是算是不错的了 可是大家要留意 一年下来的低位是20块2毛 现在20块7毛半 也距离只是几毛钱 就等于说整个走势 是等待进一步下市一年的低位 当然再看看1313 这个瓦南一带最大的水泥场 到底是怎么样 一年的低位是2块3 现在是2块3毛9 也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 在基本因素方面是不好的 在技术上的走势也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股价稍微低一点点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 当然抓活的就要考虑自己的 那个持仓的能耐 跟能力到底足不足够了 这个行业在为了一个季度 我想也不会太理想的了 这前景不乐观 郭老师是认为还是不要碰尾好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郭老师 做出的详境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 股份和资产有持有吗 没有的 好的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